立法人蔡世英在立法院听取国家发展委员会主秘张朝人及交通部铁道局代表说明金融捷运进度 蔡世英表示12月14号国发会已经针对金融捷运案开会讨论 原则同意金融捷运第一阶段的综合规划 将请交通部在一周内完成修正再报行政院核定 最快可以在12月底核定 综合规划完成后的系部设计则由新北市政府主则 大约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12月14号国发会已经正式开会讨论金融捷运的案子 那原则同意但是有请交通部在做后续资料的补充 一个礼拜之内补充 那我还是会继续来租出这个案子 希望在月底前能够正式的公告 同意我们的综合规划 那未来综合规划通过之后 按照现行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是交由新北市政府来做后续的初步规划跟西部设计 那我们也期待新北市政府能够把这条金融捷运的后续的 将关的整体规划工作继续来完成 另外金融捷运第二阶段规划 依规定由金融市政府提可行性评估和整体入网规划 完成后再交由交通部审查 蔡世英表示相关预算已经要求交通部协助 依据县市政府的财力等级 交通部将可以补助84%的预算 蔡世英也呼吁金融市政府加速进行 缩短所需时程 市民非常关心二阶段八堵到金融的状况 那世英也特别在跟铁道局请托 请铁道局尽速来协助金融市政府 那铁道局刚才也跟世英回复过 只要金融市政府愿意尽速的把整体入网 以及金融捷运二阶段的相关的申请书 送到交通部铁道局的话 交通部铁道局会尽速来审核来协助 那我期待金融市政府能够在这个部分 竞速的加速 因为时间拖得越久 对于金融市民享受到相关的权益 就要再等一阵子 依照目前规划金融捷运总经费697亿元 金融市政府负担47亿元 新北市政府负担71亿元 台北市政府则负担57亿元 中央负担522亿元 如果一切顺利 金融捷运第一阶段最快2034年 可以晚工通车 记者张旗腾金融报道 本来的经营所在实际上 这期城市 comunque有关系的 第一阶段最快205年 草费 赶紧 您 译 感谢观看